百年星都庙骚乱事件 真正的原因众说纷纭 社交媒体也流传着各种阴谋论 有人说这是一起种族纠纷 甚至有人揣测是巫统和伊斯兰党策划的 不过警方已经多次的一再的澄清 说星都庙的骚乱事件和种族无关 那到底谁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呢 内政部长慕尤丁说是发展商 内政部长慕尤丁今天在布城内政部 召开记者会揭露 雪州百年星都庙骚乱事件的导火线 是因为两名发展商的律师 花了15万零级来雇佣50名马来男子 到星都庙姿势 慕尤丁也在记者会上强调 发展商律师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因为这就像是聘请一群印度人 去处理清正寺的事物一样不可行 无论如何慕尤丁也在记者会上多次重生 百年星都庙骚乱事件只是土地纠纷 和种族纠纷无关 因此他促请各方保持冷静 不要悟性谣言 同时慕尤丁表示 情况一切受到控制 无需实施宵禁 不少的相关单位和有关人士 都陆续出来表明立场 这起骚乱事件仍然持续在发酵 One City发展公司今天就发了一篇简短的声明 他们说内政部长的指控 就是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一段 是无中生有的 就是他们发展商并没有雇佣 或者授权任何人去雇佣暴徒 到新都庙闹市 而当天晚上在现场的有关人士 只是负责提供后勤支援而已 他们当时是在警方的监督之下 协助当局进行有秩序的拆迁工作 为了尽快解决这起纠纷 根据透视大马披露 首相马哈迪已经开口了 他希望雪州政府能够征用这片土地 然后再把这片土地的拥有权 交给书邦在野新都庙 而雪州大臣阿米鲁丁也领旨办事 将在明天下午1点召开记者会 宣布这项决定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晚间头条